Hello 大家好 七月三十一号 咱们今天聊一聊我那伟大的胡锡进老师 是吧 我敬爱的 敬爱的胡锡进老师 这个胡锡进真是啊 只要到了什么需要表忠的时候啊 需要打口炮的时候啊 胡锡进是只会迟到不对 从来不迟到啊 也从来不缺席 是吧 去年在打贸易战的时候啊 这个说什么中国要发展核武器啊 要造一千颗核弹头啊 要造这个狡化版的缩小版的 能打到什么华盛顿的核弹头 还扬言啊 跟那个金灿荣大师 是吧 就是要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机体啊 在半个小时之内全部罢光 哎 从我的导弹都瞄准了 早就给你瞄好了 也是引起了国际的担忧 哎 这两个老民粹是吧 那么最近这次这个佩洛西要访台啊 胡锡进真是啊 算是首屈一指 哎 你看看现在这个国内啊 哎呀 这个关心经济的只剩胡锡进了 对吧 能担当得起公知这两个字的 也就剩下胡锡进了 哎呀 民族的脊梁泥瓶跑路了 现在民族的这个颈椎骨归这个胡锡进了 是吧 哎 以后胡锡进老师就是中华民族的颈椎 哎 中华民族的颈椎 哎 要不就是腰椎 反正在这俩地儿都他妈容易犯病 那么胡锡进刚开始提的呢 就是啊 只要这个佩洛西敢来 哎 当时还没说这个蓬佩奥要来呢 是吧 只要佩洛西敢来 中国就弄两架战斗机 配在旁边啊 学士主权必要的时候 哎 在南海上画个圈圈 对吧 只要佩洛西敢走到这个圈圈里 那就算是契略 哎 就把他给盖下来 是吧 那么也是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啊 这个很正常啊 这个在美国方面看啊 胡锡进和央视差不多啊 是代表官方的意见啊 他们都是官媒 是吧 那么昨天发生了一个好玩的事 就是胡锡进在自己的微博上说了 因为警告美军不要护航 佩洛西访台 老胡的推特战号被锁住了 除非我删除那条推文 否则就不能继续使用我的推特战号 事情是这样的 北京时间 不 这个语气换一下 语气换一下 放天成运皇帝 道远 北京时间 昨天深夜 老胡发了 如下推文 如果美军战机 护送佩洛西访台 那就是侵略 解放军 有权强制驱离 佩洛西坐机和美军战机 包括发射各种警告单 做阻碍性飞行动作 我估计这就是追尾 超车追尾 是吧 超车才啥车啊 后车全责 如果驱离无效 就可以击落他们 这条推文已经发出 反响非常强烈 不到一个小时 光是转发就突破了一千 很快 福克斯新闻等 引用这条推特的内容 有机制 还要求白宫发言人 就该推特内容进行回应 这个就是给自己 这张鼻脸上贴机 圣上你看老奴一句话 对吧 惊动了白宫啊 美帝吓尿了 老胡再再再一次 战胜了美帝 是吧 独自一个人单挑美帝 整个白宫 当奴隶当习惯了 然而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我发现我的推特账号 被锁住了 说 是我发的 上述之条 没法了推特规则 必须删除 其实那条推特已经被屏蔽了 别人看不到 但我必须走手动删除的程序 并且提示我 点击删除 意味着我承认了违反推特的规则 有什么办法你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只好点击删除 给自己的推特账战胜 给自己的推特账号结束 哎 美丽国的言论自由 看来也真是有边界的 而且 类似遭遇 已非我在推特上的第一次了 天下的规则呀 还真是有几分相似 然而 我把该传的信息传达到了 前面说了吧 就是在给脸上贴金 上上看看老奴啊 老奴为了天仇 哎呀 如果美军派专机 为佩洛西窜访台湾护航 就是此访恶劣性质的进一步升级 高层侵略 那种情况下 我军机应释出全部阻拦手段 如果依然无相 我认为 基罗佩洛西坐机 可以 圣上听见了吗 可以 哎 这个老奴赛还是真有用的啊 哎呀 时刻不忘了 妖功情赏啊 羡美妖宠 然后这条发完了之后 我看 很多朋友说 老王你看 胡锡进的这个 微博又翻车了 评论区里一群朋友在留言 哎 什么是推推啊 老胡你怎么能翻墙上反动四立的推推呢 是吧 其实这个啊 这个点啊 咱们也纠正好多次了啊 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啊 官面上啊 咱只说官面上 那么翻墙并不违法翻墙看推特啊 看油管啊 看个Facebook 看看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违法 甚至你翻墙浏览这个什么四行网站啊之类的也不违法 那么什么东西叫违法呢 叫违法翻墙违法 违法登陆 非法的反动的那些网站是违法的 违法翻墙 浏览 非法网页是违法的 违法翻墙 去留言啊 评论啊 写文章啊 把墙内的一些家丑外扬啊 这个很容易涉嫌违法 明白了吧 所以胡锡进这面翻墙啊 包括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呀 什么华春莹啊 赵立坚啊 等等吧 所有中国的官方啊 甚至官僚机构吧 都有一些推特的账号啊 甚至像华为啊 这类企业都有推特账号 那么人家都是依法翻墙 明白吧 依法翻墙 所以这个点你们问的不对 明白吧 翻什么车呀 哪翻车 是你们翻车了 问的不对 老胡才不搭理你们呢 你看去年 这个胡锡进不是在中印边境啊 死了好多人的时候 胡老师 咱们伟大级胡老师啊 不想大战就滚啊 齐发宝团长 在遥远的国境线上发出怒吼 我觉得如果主国需要男人 就应该像他们这样去活 这样去死 你看胡老师呼吁男人啊 都应该去边疆 都应该上前线 都应该去死 对吧 慷慨赴死 为国捐躯 那么你们问为什么翻墙 对吧 这个点就不对 你得问这个呀 哎 胡锡进老师 你为了对抗美帝 对吧 冲在了第一线 那么积极 那么勇敢 那么所向无敌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嘴炮 对吧 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第一颗嘴炮 那你呼吁别人去上前线 你呼吁别人家男人啊 去死 对吧 那你怎么就舍不得一个推特账号呢 嗯 像万恶的美帝妥协 对吧 太不要个逼脸呢 你的尊严呢 哎 你的脊梁呢 不对 你的腰椎和颈椎呢 对吧 你你还怎么担得起啊 共和国腰椎 共和国颈椎的这个称号啊 是不是啊 要么咱就说呢 就这帮货啊 整天呼吁别人上前线 呼吁别人家孩子去当兵 去送死 是吧 哎呀 让自己的一家老小躲在安全的地方 是吧 然后呢 不但是他妈自己一家老小 都舍不得啊 这个连个推特账号都舍不得 嗯 推特账号 哎呀 那玩意儿跟你钱了 是吧 那是你的命啊 哎呀 不上万恶的美帝的网站 是吧 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哎 你活不下去了 影响你退休金了 是不是啊 胡老师 你看咱们啊 就是掏心窝子 老家常 哎 虽然年纪小一点 但是我也必须得说你两句 哎 说你两句 老童子 你这么发展下去 很危险地 很危险地 就像 我们东北 我们西北 我们伟大祖国啊 大陆地区之内 那些什么 公务员啊 老师啊 什么啊 编制啊 是吧 哎呀 一说打台湾 哎呀 打台湾我捐两个月工资 打美帝我捐一年工资 然后最近啊 一说公务员 将心你看吧 一个个举着小红钱 我要吃饭 还我学韩钱 是吧 哎呀 组织一大群人啊 一大群人 又去拦公路啊 又去赌政府啊 又去啊 哎呀 破坏和谐社会 对吧 影响安全问题 哎 给新时代默黑 给魏大复兴默黑 对吧 你再发展下去 胡老师 你就跟他们 跟他们啊 成一个乱子样了 对吧 他们不是好奴才 也不是好狗 你是啊 对吧 你不是一个人 对吧 你的背后 有千千万万个 喜欢看你掉飞盘的 热心观众 对吧 所以你要做这个表帅嘛 做改模嘛 做共和国的颈椎和 哎呀 腰椎啊 对吧 你一刻不能吓吐出 你这一吐出 那哪都疼 共和国都疼 对吧 脊梁都都震痛 哎 所以 我觉得啊 我建议 胡锡进老师 竟然敢冲在啊 对抗美帝的第一线 成为共和国第一颗嘴炮 共和国的啊 颈椎和腰椎 对吧 那么 这个推特站号啊 胡老师是不是 自己申请一下啊 注销了 以后不玩了 对吧 不给美帝面子 哎 就坚决不向万恶的美帝低头 给千千万万个啊 飞盘观众那个做个表赛 是不是 呃 怎么样 胡老师 有没有这个破例 嗯 有没有这个破 对吧 咱别说是不是个男人 是不是个好奴才 是不是忠诚 对吧 哎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莫非啊 你留着这么一个推特账号 还是想跟美帝有那么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嗯 胡老师 哈哈哈哈 很好 我就无爱国 我 我 感谢观看